我叫B,10年开始从事三打训练 打对于别的项目来说 它是全体实验都有的一个综合性项目 所以说它的对抗性项目比较强一点 比拳击要强很多 我之前是搞拳击的 搞拳击完了以后 我现在带他们 我觉得散打这个对抗性项目 要比拳击的对抗性项目要强很多 强很多 我对队员的要求就是尽量的 尽量的人性化 因为我觉得跟队员在一起 就是能达到一个能达到一个让队员能接受你 能更好的适应你的这种训练的这种状态 完了以后让对把自己所学的这种东西更贴切的就交到队员身上 认为这样子让队员更好的去接受你的东西 这个东西也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 跟队员的之间的磨合 要了解队员的这种脾气性格 完了以后队员的这个生活习惯特点 队员的自身的特点 让他们去把这个能接受你这个能力 能接受你这个技术 也是经过长时间这种训练 这种过程走过来的 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就是技术让队员去接受 这样子才能达到你的想要的这种目的 因为让他们去接受了以后 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种结果 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这样子就是非常好 这样才能练得练出来 才非常好能练出来 那对于教练来说 我首先拿我自己来说 我对我的要求就是非常严格 我对队员的要求 就是按我自己的要求 把我自己要求严格 我才能把队员要求严格 首先教练也得做到 My name is B.E. I love Wushu Sport